如果不好好的珍惜 可能转眼就是百年 所以不要丢失自己人生的境界 看着你们一张张笑脸 看着你们慈悲的心灵 台长由衷而发 由心而感 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救 还有善良的人 希望我们在人间绝望的时候 多想一想这个世界 还有多少人在念经 多少人在慈悲 在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心理根基 这就是我们的慈悲心 其实台长出国一次也是不容易 现在真的觉得挺累的 因为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好像精神非常好 现在背的真的是多了 因为法生跑出去太多 另外天天接触各种各样的 就是受苦受难的人 他们都是要帮他们求 帮他们念经 有时候要给他们开示 的确会有很多的业帮他们背一些 虽然他们说台长 我的业我自己背 其实台长一定在帮你们背 你们自己背不起的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闯祸了 跑到老师这里 老师我今天闯祸了 我自己承担 你孩子承担得了吗 所以要懂得 学佛最好不要去让自己来承担 也不要让别人来承担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种阴啊 一个人种阴就会有果 一个人有果了 就会再种阴 所以阴阴果果 果果阴阴 那是没有了解的 就像现在这个世界 渊渊相报 何时了啊 希望大家 用菩萨的慈悲心 来彻底治疗 自己的心灵创伤 学佛不是嘻嘻哈哈 学到一定的阶层 一定的境界 要学会忍辱 要学会庄重 要学会庄严 庄严佛净土 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看看法师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会升起一种菩萨相 你们坐在后面 跟人家双手合十 也会有一种菩萨相 如果今天 坐没坐相 赞没赞相 谁会尊敬你 谁会尊重你 记住了 佛法 无边 苦海 无边 但是我们心灵 对菩萨的爱 那也是无边的 认识佛法 就是认识本性 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错 这个人才会有进步 如果你到今天 还以为今天 自己所有的都是正确的 那你可能就会犯更多的错 造更多的因啊 要懂得我们的佛法 那是我们的佛陀 在两千五百年前就传下来的 至今还让我们受益 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庇佑啊 这就是佛陀的境界 这就是菩萨的光芒 希望大家传承下去 好好念经 多度有缘众生 让自己每一天 活在菩萨的境界当中 让自己能够心中充满正能量 把那些负能量 全部的去除 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人间的菩萨 你们是好孩子 是菩萨的好孩子 你们一定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我们一定要一事修成 永远不能再沉沦六道了 修了半千 下辈子再到人间 那你就白修了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但是呢 台长都把你们当孩子一样 我也是看见你们特别的开心 人间就是天堂 只要我们心中有菩萨 这里就是极乐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